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摻了紫米的馒头 通常情况下,紫米馒头都是用紫米粉和面粉摻在一起做的 我有一天做了一些紫米饭,剩了一些我就想 拿来做馒头应该是不错的,试了一下果真很好 现在我就给大家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非常简单,摻了一点糖,有一点甜丝丝的口味 我也会把配料做成文字的形式,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 我们先来发面,把红米饭,面粉,酵母,糖都倒在面包机里 这个水最好分几次倒进去,因为每个人煮米饭的软硬程度不一样 用面包机发面的好处就是因为它会加热 而且一直保持在一个横温上,所以面发得非常好 发好以后拿出来在案板上把它揉匀 我的面板比较小,我把它切成两块来做 把这一半揉匀了以后做成一个长条 然后把它切成基本均等的六块 每一块都把它揉匀,然后把底部收紧 再把它滚圆,做成一个小馒头坯子 把馒头坯子都放在蒸笼里 锅里温水35-40度之间,馒头坯子做锅上二次发酵 这个二次发酵一般25-30分钟就可以了 30分钟以后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馒头很轻,个别的地方已经开始有裂痕了 这是因为有大米淀粉还加了糖 开花馒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么做起来的 这个馒头也有点开裂 当然我们这个使劲的揉过,所以不会开花了 下次有机会给大家做一个 大火上气以后中偏大火蒸20分钟 关火以后等三分钟 把蒸笼打开一条缝,就这样小小的一条缝 让它慢慢的散气,再继续等三分钟 现在我们开盖,一锅蓬松的大馒头就蒸好了 因为分几次慢慢放气,这样它内外压差不会太大 所以馒头不容易塌陷 你看看我们这两笼馒头都蒸得非常的蓬松 现在我们把它撕开来看看 我还要用一点力气才能把它扯开 非常的有韧性,也非常的有弹性 餐了紫米做的馒头看起来有一点余众不同 吃起来口感也是余众不同的 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我之前有一个用大米做面包的视频 那个面包吃起来的口感也是相当的有弹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